好,來,我們再來看 當各位如果有帳號密碼登入進去之後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FB 帳號密碼登入進去之後 它會跑出這個畫面來 它會跑出這個畫面來 我建議各位 建議各位 同步聯絡人請把它拿掉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FB好友 都會把它寄到你的聯絡人進去 可是你的FB好友上面沒電話啊 你寄到你的手機的聯絡人幹什麼 對不對?所以不要同步聯絡人 但是如果你那些好友的生日 你想要不忘記 那上禮拜因為我們交了Google日曆 如果你又希望把想要把那個什麼 好友的生日想要放進你的Google行事曆 這個就可以打購 OK 然後甚至呢 你這裡可以說增加生日提醒 就是說 所謂的增加生日提醒是說 如果 好友有生日了 他會寄一封E-mail到你的信箱 通知你有誰生日的 好 那他寄到哪個信箱呢? 就寄到你FB登入的這個信箱 OK 他會通知 所以看你要不要打購 OK 好 那如果OK的話就按完成 所以我建議各位 同步聯絡人取消 同步行事曆可以打購 因為齁 你那個什麼我覺得這個不錯啦 因為你不用去費心去寄所有的 親朋好友同事的生日 那個時間一到了 他通常在一週前 就會提 你這裡打勾 增加生日提醒打勾的話 一週前 他就會寄信給你說 這一週有誰生日 OK 好 那我們這邊就按完成 OK 完成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看了 那這邊呢 我們來看一下 像 第一個 第一個叫動態消息 動態消息就是你的好友 有打什麼資料 都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有加他好友 而且他也加你好友 要注意喔 是你加他好友 他也加你好友 他的訊息 他的訊息你才可以看得到 OK 但是我跟各位講啦 FB齁 多多少少難免中間 可能會卡一個是廣告 有可能會卡 像這裡 我看一下這邊有沒有卡廣告 現在目前沒有 有時候中間會卡一個廣告 那卡一個廣告 那個各位 你自己去斟酌有沒有必要去點他 好 那但是大家不要擔心想 這反而就是那個 手機的軟體 他沒有給你收費 另外一種他就是要靠廣告 好 就是這樣子而已 好 所以呢 第一個是動態消息 第二個 來我們看一下第二個 這個這張圖 這個是 交友的名單 所謂的交友 而且是你們兩個還沒成為好友 然後有人想要加你好友 這邊就會出現 像這邊有很多出現的交友 我有出現很多交友邀請 可是如果說實在我對他不熟 我就不要按確認 我就不要按確認 我就等於說我發布的訊息 不會他讓他馬上看到 但是他也可以點到你的FB 可以看到你的FB的消息 但是我們不想要讓他 我一發布他就可能可以看到 除非他想到要進到我的裡面 他才看得到 好 當然我們自己也可以 那個把它設定說 我不公開也可以 這晚一點再說 那另外這個 中間這一個 這個是 類似像簡訊一樣 類似像簡訊 好 也是一個訊息 FB的訊息 如果我只是單純 我留一個訊息 要給另外一個人 但是我不想給其他人看到 我只是留這個訊息給這個人的話 我們就是在這個地方打 在這個地方打 但是這個地方 重點不是這個地方打 是人家打給我們看的時候 我們點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到 OK 那如果我們要留給別人的話 我們必須要先連到那個人的FB的網站 然後寫發訊息 OK 這我們一步步會再跟各位講 然後呢 這一個 這個訊息是什麼 第四個 這一個是通知 這什麼通知呢 如果你有發了一個文章 你有發了一個文章 然後有人給你按讚 或者有人回應了訊息 你這邊就會看到 像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邊 某某人 某某人 其他多少人 覺得你的相片在 因為這一張照片是我 我沒有給他當讚 為什麼 為什麼 沒有給他做 其實 按讚的話 一方面 也可以讓你的 那個好友知道你存在 你有 我跟國際那邊 他就是那個上陣子 他就說 你那邊一定要按讚 然後他就跟他去看 沒有 沒有 那他按讚 那他就跟他 那 之前沒有 之前沒有 有可能 未來會有 我最近 我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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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個人 按讚的話 他就這樣 不會啦 發布訊息的話 不會說 不能發布 那 應該是這樣子 也許說 你過去 都沒有給人家 按讚 沒有按別人的讚 你自己不能發布訊息 但是 以前沒有這樣的規定 那 會不會以後是 已經開始有這樣的規定 有可能 OK 所以呢 像我昨天 我發布了一個照片 就是雲海的照片 我帶隊上 上大雨林 那邊看到的那個照片 還有一些 等下 還有動態的 快速的畫面 可以等下再慢慢看 所以你看 或者是 如果有一個你的好友 發了一個什麼文章 你去按了他的讚 或者是你去回應了他的話 那別人如果又再回應他的話 你這邊也會看得到 也就是因為你對他的那篇按讚 然後或者是你有回應他的話 代表說你可能對他的這一篇有興趣 那今天人家回應的可能 你也可能會有興趣 他就這個地方就會通知 那像比如說呢 這個通知了之後 我們也可以很容易去點一下 他對我這個東西按讚 我可以再去看一下這個訊息是什麼 你看馬上就進到 進到那個 他說按讚的 我的這一篇 就可以看得到 OK 然後呢 還有一些 我再跳回來 剛才上面有五個的 另外這邊還有一個三條 三條槓的 第五項 三條槓的 就可以呈現你個人的資訊 你的好友 或你有什麼活動 甚至你有加入了幾個 社團 在FB裡面不叫群組 就叫他這裡面叫社團 社團 當然我們如果我們這一班 我們想要成立一個小社團 也是可以成立的 我們到時候再慢慢工作一下 好 那所以呢 如果來 各位 如果要發布一個訊息 發布訊息 如果你無緣無故發布一個訊息 不太好了 好 我們等一下找一篇 比較不錯的文章 好 然後來 讓各位去 比如說發布在這邊 分享給大家看 好 那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 至少是有意義的 那你至少你家的好友 你家的好友 就可能會 那個至少 他不會看你 PO一個什麼 垃圾包燒的文字 好不好 那我先等一下 先讓各位先看一下 這幾個 好 這五個按鈕 各有什麼功用 各位可以去按一下 好不好 謝謝大家